除了就是台灣的飲食習慣 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自然 然後包括對北歐人的生活的嚮往 那我想就是 以他們作為一個起點 那也希望在未來呢 有更多的挪威的產品 能夠進到台灣來 那也希望呢 把挪威人的一個生活文化 推廣給我們 這個美麗的都市跟城市 以上細節的東西 因爲我們把架子放進去 所以找到了 每次莎莎莎 前isi的程度 逐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